自从进入詹果开始 咱坑爱的大秦帝国慢慢朝大秦来大帝国转变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个原因是威果在威文猴树上迅速崛起 成了詹果起雄里面最糟的一个大牛 但就是这个威果把咱坑爱的秦果视为头好四敌 下面咱秦果往四了弄 另外一个原因是秦果在这段时期里面 勒争乱的不像个样子 不但发生了书上朝彼此秦怀公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秦怀公他孙子秦林公去世之后 解放的不是秦林公他儿子 奔上一个机位的胎子已经实习 而秦林公他虽把刀子也就是秦剑公 这个刀子和他哥爪子一样都是秦怀公的娃 秦怀公被书上朝那个活彼此的时候 秦怀公的胎子爪子也就是刀子他哥已经死了 所以在秦怀公之后爪子的儿子结盘就是秦林公 但是秦林公事后刀子呛他只损国军的威子 成了秦果老大就是秦剑公 虽然秦剑公这个人国军的威子来路不争 但秦剑公还是恨死贼人的 绝对不是那胡正的国军 秦剑公面对威国的哺哺禁闭 一方面分离缓击 一方面在秦果实行盖给 在秦剑公上为第六年的时候 让党管的开始配奸 第七年让老百姓也开始配奸 并且第七年在秦果腿情除阻和 对秦果的拓地顺手实行盖给 秦剑公的这一系列举措 就是希望秦果能够跟上威国编法的步伐 国力强一点 让秦果又实力跟威国对抗 但很可惜的是 秦剑公使起威国的威文猴跟武器 质量太厉害了 武器还弄了个威武族 战斗力非常强 秦果压根就挡不住 秦剑公一共在位十六年 除了在第十四年的时候 秦果大威国养胡子为 剩下几倍牛子让威国大 而且大得很惨 秦果的河系地区也全部让威国给占了 威国在占了河系之后 威文猴让武器党洗河军寿 诸寿河系 防止秦果犯工 威国大秦果的河系 可不光是呛地盘呛装备那么箭的 威国在占了河系之后 还实行了拱心策略 不但把威国编法之后的陷阱经验 带到了河系 而且还在河系传播儒家景点 让河系地区的老百姓 从类型拥护威国 威文猴拍过了 作真河系降学的人士 控制老先生的德意门省 也是威文猴的闹死自下先生 之后便在河系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威纳斯 靠近黄河那块地方 形成了儒家非常著名的喜和学派 秦剑公在大了十六年 国局去世之后 下了几帮的他儿子秦辉公 秦辉公上位之后 跟他把面临的问题 几百二十一摸一摇 这样才能把威国给防住 把河系给夺回来 这个问题估计 当时把秦辉公弄得啥都大了 告炮都已经开始脱发了 虽然威强秦弱 但秦辉公一点也不怂 在秦辉公上位第十一年的时候 拍柄拱大被威国占了的一金金 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威纳斯 花印东边那块 秦辉之间爆发了一金金之战 党时秦军一共五十万 武器呆的威军只有五万 按理来说五十万大五万也可没有啥问题 这五十万秦军就上了斩炒不动寿 一人一口脱美把五万威军都碾死了 但最后的结局是秦军灿败 可见党斯秦辉之间的实力差了多少 引进子战战败之后 咱的秦国基本上自动播放了一去凉凉 然后被威国四四的放缩在这西部 算是凉了 秦辉公在党了十三年秦国国占之后去世 秦辉公四的时候胎子则有散随 但这个散随蛙还真有几帮挡了秦国国占 就是秦楚公 散随个蛙两个三七二十亿都不知道还能挡国军吗 而且秦楚公他骂 这个朋友除了给娃威奈子外 还很有可能惨火朝政 然后秦国内政肯定是越来越乱 然后秦国的书杖盖连和一经李甲 出错三十年的营十席 在秦楚公上位第二年的时候 把秦楚公给他骂给弄死了 然后把这辆撇到暴击的墓有三个狗里面 迎实习之后上位就是秦仙公 从秦剑公秦辉公 一直到秦楚公 这是秦亲儿的爷孙三代国军 秦剑公在位十六年 秦辉公十三年 秦楚公两年 一共只争三十一年 在这三十一年里面秦国发展的恨不好 让威国大力都快关起了 但是秦剑公和秦辉公都不是那胡正的国军 这爷子两爷向着把秦国往后了 估计琢磨猛的都是 早赶紧把放一串打威国走 但无奈威国在那个死期太猛了 跟开了瓜一样 加上秦国在这段死期朝政也不太问 所以秦国在跟威国的对抗主 国里只能是越来越弱 这要是把秦国在这段死期 法战不好的国 让秦剑公和秦辉公背 也不太合适 秦楚公只早两年国军 而且还是傀儡 上位的时候也只有散罪 要是把秦国法战不好的国 让秦楚公背 那更不合适 况且我也背不动 但是在秦楚公之后 秦仙公上位秦国都慢好来 大秦董楚将虚实呆法